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這幾位 內閣團隊的首長 有多數是續任的 是留任的 他們已經在過去 為國家服務的歲月當中 展現了他們的行動力 未來當然是要借重他們 豐富的團隊經驗 專業的領導 能夠為行動創新AI內閣 更平穩的 來做所有的交接跟後續的工作 他們有共同的特質 就是歷練豐富 勇於認識 將來也都是要繼續擔任 國家希望工程重要推動的推手 也要加速帶動國家的進步 所以真的這幾位新的內閣同仁 我們會特別的拜託他們 經驗的傳承 第一位要介紹的是 是現任的財政部部長 莊翠雲莊部長 莊部長具有地政 以及國有財產 兩大專業 尤其他在租稅 在債務還本 在公股行庫以及海關人力的管理跟調度上面 有他專業的知識 而且能夠很犀利的 俐落的去處理各項的爭議 在去年2023年 財政部在莊部長以及所有同仁的努力下 完成了全民共享 普發現金 這一項非常大家撐到的工作 同時 財政部推動了 債務還本高達1110億 創下22年來的新高 這都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經驗 未來財政部的計畫 會繼續推動 房務稅差別稅率2.0 鼓勵空屋的釋出 也會持續的在推動青年安心 成家優惠貸款 落實居住正義 期待財政部在莊部長以及同仁的努力之下 能夠繼續推動綠色金融跟碳交易 真正落實國家永續發展的目標 我們要請莊部長繼續努力 辛苦您了 謝謝 謝謝 接著介紹的是 現在 農業部的代理部長 陳俊暨 陳部長 我們決定請大家 繼續擔任這個重要的工作 爭取農業部部長的工作 農民是國家的根本大事 農業也是國家的根本大事 農民的權益 產銷的秩序跟糧食安全 更是政府的三件大事 過去 陳部長在他的任內 對於農民農跟漁民的照顧 是普遍而廣泛的 也持續落實了三保一金的政策 那未來我會更期待 農業部更加的重視產銷計畫 穩定供需的秩序 也積極的保障糧食的安全 促進農村發展 以及維護生態的環境 這都是農業部責務旁貸的工作 同時他要繼續發揮檢測跟溯源的量能 為國人同胞提供最安心的糧食 為國人同胞提供最安心的政策 這個是未來農業部重要的工作 我們要請新任的農業部 我們陳部長能夠持續的努力 讓農民看到你的努力 讓國人感受到我們的安心 謝謝你 接著介紹的是封城普普 剛下飛機的 我們僑委會的委員長 徐嘉欽 徐委員長 委員長有非常豐富的民意代表的經驗 所以他善於溝通 但是他又是非常的熱情洋溢 熱心十足 在他的任內 充分發揮他的溝通常才 成為在各地 僑胞跟國家重要的橋樑 讓在僑居地的僑胞 可以感受到國家是他的靠山 而不孤單 也讓回到國內的海外僑身 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這就是嘉欽委員長 持續每天做的工作 所以我說他是政府海外第一代言人 我期待委員長能夠持續扮演這樣的角色 共同促進下一代海內外青年的交流 也讓我們的民主精神跟經濟實力 成為海內外國人共同的驕傲 賴清德總統當選人曾說過 台灣應該會成為經濟的日不落國 太陽升起的地方 就會看到台橋跟台商 委員長服務的就是我們的台橋跟台商 隨著太陽的升起 他一直要站在有太陽的地方 辛苦你了 謝謝 接著介紹的是 現任的海洋委員會的主委 管碧琳管主委 管主委同樣也是具有五任立法委員 豐富經驗的民意代表經歷 而且長期在港都高雄經營 他在主委的任內積極推動海洋保護法 維護我們海域的安全 我相信現在對海委會管主委 以及所有海委會同仁 都有一個相當重要的經驗 就是要如何在取締非法漁船越界 跟支持海巡執法正當性的同時 要兼顧到要求執法過程能夠平安順利 而且任務能夠圓滿達成 更重要的是避免發生任何的人身安全 這個經驗在管主委的身上 在跟海委會同仁的身上 目前應該是感受最深 我也希望他們能夠繼續為台灣守護海岸的第一線 堅定捍衛國家的尊嚴 站在最堅固的第一道防線 繼續捍衛國家的安全 謝謝管主委 謝謝 再一位介紹的是今天唯一的新任首長 主計處 主計長 陳淑之 陳主計長 陳主計長長年服務在地方政府 深受地方政府首長的欣賞 尤其在台南市政府主計處處長任內 剛好面臨到縣市的合併 而且他同時針對財政的規劃 能夠幫助台南市大量的減戰 同時也為赤水預竄挪出空間 所以我們稱他是節流跟開源的二刀流的主計長 這是一點都不為過 我們希望未來的主計總處陳主計長 繼續發揮他開創性的精打細算 為政府擴大社會投資 公平的分配國家資源 提升政府的效能 帶動國家的整體建設跟發展 拜託主計長 謝謝你 再一位介紹的是 未來人事行政總處的人事長 也是現任的人事長 蘇俊榮 蘇人事長 人事長他具有統計跟資訊的專長 長期致力於政府的數位化 包含電子發票 拆勤管理數位化等等 他一直本著以人為本的精神 在服務所有的文官公務員 每位公務員都是國家重要的資產 服務的對象都是非常有溫度的每位公務員 期盼未來的蘇人事長 繼續幫政府培育優秀的文官人才 為民眾帶來更溫暖更有效率的服務 感謝人事長 謝謝你 親愛的國人同胞跟各位媒體先進 今天跟各位介紹的這六位當中 有五位是留任的政府首長 他們的經驗豐富 我希望他們未來加上更新更廣的視野 跟所有新任的行動創新 AI內閣的新夥伴們 一起發揮積極行動的決心 用集體的智慧 團隊的合作 提出安心的政策 讓也跟國會來擬定安心的法案 讓人民安心 我相信人民會因為安心而信濫 會因為信濫而團結 我們將持續在這幾波的人事推薦當中 我們最重要的精神 穩健前進 智慧創新 團結永續 以及今天的積極行動 我們會謹記這些承諾 努力的讓朝野之間 因和解而共生 社會各界因合作而共融 我們要勇敢的 堅定的 向國人同胞表示 我們要一起進入一個合作共融的大時代 就從我們的內閣團隊一起努力開始